起初他们还以为眼前的长腿美女是个假人 可等走近一看才发现 那居然是个活生生的人 胖子被吓得想要赶紧报警 可阿超却及时拦住了他 因为倘若两人能拍到一手素材 那么第二天绝对会大火 于是在利益的诱惑下 胖子便听从了阿超的建议 他哆哆嗦嗦地走到女人跟前 紧接着抓住对方的脚踝 便准备将其拖出来 可奇怪的是 看似瘦弱的女人 胖子却怎么也拖不动 他使出了吃奶的劲 这才勉强将女人拖了出来 可紧接着两人就傻眼了 因为这个女人的脑袋 竟然顶着一个箱子 这可瞬间引起了两人的好奇 只见阿超捡起一个撬棍 紧接着就吩咐胖子把箱子给撬开 而为了能够大火 胖子也只能照做 可他怎么也想不到 尽管棍子都撬断了 可箱子却一点事都没有 阿超本想嘲笑胖子没用 可紧接着他就傻眼了 因为那箱子居然正在往外面渗水 然而阿超并没有多想 他用嘴尝了尝 结果却发现闲的药命 忽然崩出的铁盖子 愣是把阿超给击出了二里地 偏偏这事胖子发现 这个箱子里似乎有什么东西 结果等他仔细一看 我的天 水里居然浮出了一个女人的脸 阿超被砸得鼻血直流 可下一秒 那女人居然坐了起来 直到这时阿超才顿时傻了眼 然而一切都已经迟了 阿超有些害怕 他赶紧拿起一旁的铁棍准备防晒 阿超一棍子打掉了女人的箱子 可对方的脑袋竟然还活蹦乱跳 这下两人知道惹到了脏东西 于是二话没说就往外跑 可由于害怕 胖子腿软得根本站不起来 这下可糟了 只见女人的身子不仅没有倒下 甚至还慢慢朝脑袋的方向靠了过去 胖子不知道该怎么办 可紧接着对方就把箱子安回了身上 然而女人的脑袋似乎并没有安稳当 因为他没走一步 那脑袋竟然就在箱子里左右晃动 胖子想说以老实求放过 可女人却并没有打算放过他 就这样胖子也被装进了箱子里 我都把箱子也被装进了箱子里 我可能对这个箱子也是太扯了吧